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首先我要多谢你们的问候 我的身体暂时都没什么大碍 现在政府就陆续开放地区交通 很多朋友就急不及待要跨州 或是回江峰探望家人 原本我就想回尔保探外母 顺便去采访尔保的美食 但是我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面侧面 首先跟大家说 这条片是家宝白骨地赞助的 人人都知道最好的白骨地是来自巴生 好消息,现在在八达零达曼沙拉乌达玛 你在家宝都可以吃到 巴生最传统的白骨地味道 绝对不用走到巴生那么远 家宝白骨地的秘方 已经是有50多年的历史了 包你吃过,翻层味 要吃到最正装的味道 请过来家宝白骨地吧 这一集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巴生白铛最正的白骨地 九个月前 我都有用英文来推荐个 八达零八当最正的白骨地 今次我就要走远少少去巴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以前马来西亚的首都就是巴生 在19世纪中 马来亚就靠它的码头 就在10公里的范围 建造了巴生 在1963年 马来西亚的政府 就改叫它做巴生 那白骨地和巴生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历史是没有记载 据称马骨地是来自巴生的 有些人说它原本是来自中国福建省 不过我认为是没有逻辑 因为我去到福建这么多次 都找不到一间马骨地 据我爷爷的经历说实 马骨地是一个原始巴生的美食 因为他40年代在那里打工 都已经吃过这个美食 相信这个美食是由一个家庭主妇创出来的 而且应该是一个福建人 为什么他会这么肯定呢 因为福建人一般都喜欢甜 和黑的美食 所以汤就加了黑豉油 那时候大多数他们的丈夫 都是在码头做操工 那就要一早吃点热量高 可以顶吐和补充体力的食物 当然不可以少了一碗饭 而且在码头的环境 是很容易感染到病菌 例如药疾病 所以为着要保护老公 他们就用很多药材 来泡炸一道又可以补充 又美味的汤水 那为什么他会叫肉骨茶呢 因为以前排骨是属于最便宜的肉类 选用排骨来煲汤 因为肝肝營养有花酸 健康又不会太肥 更容易吃 你别搞错 肉骨茶里头是没有茶 茶是用来配蜜菇叻 来纵和肥利感 好像你吃点心一样 要冲一壶茶来配搭 我第一次吃蜜菇叻 就是在1960年在我的家乡 那时候一碗只是四毫尺 记得他们只是提供排骨 现在就加了些没那么健康的脚弯 猪肠、大骨和猪内脏等等 以前小时候吃它 是吃到很不自在 因为早晨 小弟哥是最讨厌吃饭的 我是活到三十多岁 才懂得欣赏它 说到欣赏 麦菇叻的味道是很主观的 我喜欢 你未必喜欢 我一般都是喜欢巴生的味道 虽然有些汤是浓一点 稀一点 黑一点 白一点等等 但是我都是贪它够传统 现在他们都有加了两个选择 有亚波和肝麦菇叻 不说你不知道 其实亚波麦菇叻 是来自德鲁布拉邨其中一档 麦菇叻 他们就是在八十年代加入市场 现在全马都跟着商业化的口味 很多新加坡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只是白骨地的单身地 其实他们都不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口味是属于福建 而他们是属于潮州 一般是像胡椒汤 是白色的 一个橙一个苹果 至于谁会好吃一点 就见仁见子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探访八十八档最正的白骨地 我是用了我吃白骨地四十年的经验来分析的 真是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只是化身 都有超过四百间白骨地 你一天吃一档 一年都吃不完 只是选八档出来 未免对他们有点不公平 或者我要多做几集才对 白骨地是我其中一个最爱 无论是一碗碗 压煲或是干压口味 我都喜欢 希望你会同意我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先后 我要带你去化身 吃最正的白骨地 德鲁布拉的化身 挖煲肉骨茶 这间白骨地就很厉害了 据称它们是属于化身的 千驱咬煲白骨地 这位杨先生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是用家负四十年的传统白骨地 备放一点都没改 还坚持放些肉 在汤里咬味道 不像其他的 是拿些肉出来摊冻 怪不得肉会这么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猪肠 就有口福了 记得我三十五年前 吃它的一碗碗排骨 是非常满意的 今天我都不例外 叫回一样 加多一碗猪汁 汤煮 还有私人煮一碟油菜给我 吃过它的味道 觉得比以前更正 汤又好吃 浓得你不会太肥肥 主要的就是 肉不会太腍 真的有口感 好 杨拉姆沙的巴生成佛 早传肉骨茶 对很多吉隆坡人来说 他们只是认识一间巴生的白骨地 就是这间 调底白骨地 这间白骨地就很厉害了 营业了五十多年 做到好成功 东西都有分店 你来迟一点 都吃不到靓肉 我都没有光顾他们二十年 因为不想排队 这位孙媳妇李太 是属于第三代接班人 他们还是提供一碗碗的传统白骨地 绝对没有瓦煲的选择 据称这里不可以加汤 但是我幸好他有加给我 今天我就排了二十分钟 找到半箱桌 吃过他的排骨 和一粒鲁蛋 觉得他的味道是非常平均的 桶有够味 不会太多黑豉油 又不会太咸 好东西果然名不虚传 白骨地的毛山谷肉骨茶 这间马骨地是属于巴拿马拉 最老的招牌 他们是从1972年 在街边开始摆档 这位李先生 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的哥哥 是在莫克里花园 打理那间分店 这间总行 都算挺三家 没有GPS 就肯定找不到 我记得在1978年 来光顾他们的档口 当时就吃到新水新汗 今天来到这个店 吃得舒服点 他们都算挺商业化 有做一些专营店 和白骨地包装 我记得他们以前是提供 小小碗的白骨地 给很少汤水的 果然今天都没有改变 我叫了他们的脚弯 吃到很满意 肉很够肥 汤又浓厚 味道是刚刚好 不会太咸 达曼印丹的直落玻璃 瓦煲肉骨茶 这间店 是唯一霸生最流行 一个白骨地区 这里是有六间白骨地 除了一间濕了的 其他都好生意的 我每间都有试过 但是觉得 德罗布拉最适合我口味 而且他们是和这间原店 直落玻璃瓦煲白骨地 是有关系的 这间店是他们的小朋友开 虽然他们做到这么成功 他们的价钱都很大众化 还有 无论这里有多少顾客 你坐下10分钟 就有食物了 因为姓吴这几仔 真是服务周到 你来这里 你一定要叫他的瓦煲 因为他们炮制到的汤 好飘准 够咸 拌饭吃就刚好 肉又够口感 但是他们的干煲 就一般 达曼玻璃的阿火三味肉骨茶 这间白骨地区 只是在这个区开了有20年 但是也吸引不少吉隆坡故客 他们的招牌三味的名言是 肉骨、汤骨、饭骨 虽然我个人觉得叫三骨 知识效果 但是各有千秋 他们原本来自曼玻璃 据称是霸生传统白骨地的单身地 他们现在都开了一个分店 在达曼玻璃丹 三味的白骨地厚味是一碗碗的 是没有提供压煲或干煲的 它们的肉是没有分开拿出来的 素来就放在汤里慢慢熬 今天我就叫它的猪肠了 和以往都是一样 只是给我足够的汤 吃到都满满意了 肉又够口感 汤又浓厚 不会太咸 杰拉加巴的超吉美味肉骨茶 这个白骨茶是我这生日 来光顾最多次的一间 光顾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发觉它的名字是超吉美味 因为我只是叫它海南婆 其实这位颜太太 已经开了这个店有四十几年 现在就轻松点 找一些子女来帮忙 如果你是迷失了 我跟人说 你名旁边的白骨茶 人人都会带你来的 它们的生意 素来都是这么好 一超过十点 你就选不到你喜爱的肉部分 今天我就九点四十五分来到 颜小姐就提醒我了 脚蚊和油渣鬼都卖光了 成为她的熟客 她当然知道我要吃一匹野肉 她就建议我吃碗大骨 我就加碗猪肠了 味道跟我此次来吃的都是一样 滑滑的汤加上鲜味的肉 没得顶 巴拿马兰的158 蜂肉肉骨茶 来到巴拿马兰资兰赚阿珠 你就可以看到有六七间白骨茶 这个盔这么小 你也可以找到这么有水平的白骨茶 因为这里是属于白骨茶的居住 这里的顾客一般都是本地人 而他们是不想吃商业化的味道 今天我来采访158 因为他有提供一些口味 第二道是很难吃得到的 他们只是开了有二十年 不过都吸引了很多顾客 林先生说他的主题 炉猪手是他的姨妈自己创出来的 虽然这里也有提供一些传统的白骨茶的口味 但是只是这个猪手 四个人都吃不完 这个猪手真是最好吃的了 里头有猪肠和猪肚 你一定要试 这道白骨茶是位于一间单边的牌屋 地方开朗空气流通 三十年前我的老友记 又带我来吃这个这么正的白骨茶 第一次跟他来 是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他带着一根蟹来的 哦原来他可以放些海鲜的白骨茶一起煮 这位林先生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的老婆和女女都有出来帮忙 他的生意做到这么好 少对手都不行 其实我第一次吃他的海鲜白骨茶 觉得有点陌生 声哼哼不适我吃 我现在就只是叫他的传统亚煲和干白骨茶 不是夸张 他的干煲是巴生最好吃的 够味够辣够料的 咬煲汤的味道都还好 没空 所以咬好 接下来 接下来 好了 先看看 坐下去 我不会 这一点 也不够 好 好 我们